我多想找到你 亲朋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抚摸你的背 姜红杰控服原爱试炼哭了 拼超猛王牌律师正面开阵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结束之后就是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 去日本的话就带上我好不好 所以真的有考虑去日本吗 考虑 考虑中 叛服原爱离婚两年 也沉默两年的姜红杰 这次真的硬起来了 直接飞到日本正面开阵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裁判 爱与儿少法限制 小便在这不难多说但总结一句重点 就是姜红杰赢了 不过服原爱却不服判决搞失联 让姜红杰在记者会上一听到关键字 就认不住红了眼眶 我多想找到你 亲碰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抚摸你的背 关于女方对你的指控跟你家人的指控 这方面你是不是需要做说明一下 是不是能够解释一下离婚的原因 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跟福原小姐也离婚了一段时间了 那我觉得也不方便再多说些什么 那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可能会是比较 完全是以判决上面来做回应 据悉姜红杰这回也是有备而来 记者会上车找台湾律师徐松博陪同 一旁的日本女律师大渊爱子 更是大有来头 车专长就是离婚诉讼和家庭议题 更诚实超人气法律咨询事务所固定来宾 知名形象深受好评 福原爱有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赔偿 或者在这个离婚的这个事情上 有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些 或者说一些协议 对于张宏杰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原本搞失聯的符原案 也傳出一度想阻止記者會進行 會後更發出五點聲明強調 日本裁定只是暫時處分 並非最後判決 還有一個問題 在想要請教一下江先生 就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 大家都在看直播 很多人很關心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關心你的人 就是說 先謝謝大家 對 然後因為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堅持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 謝謝大家 就是 就是 支持著我 然後我還會繼續努力 謝謝